那其中的第一篇跟第二篇就是地理篇跟生物篇是我寫的 然後我那時候才二十幾歲 然後才發現有人挖了一個很大的坑給我跳 因為牡丹香沒有太多的文獻資料可以去查 那那時候我的植物調查是請之前 平衡大生理系郭耀倫老師的一個學生 那個林志忠志忠學長他去幫忙做調查 他給我的名額是一千種 那台灣也才四千多種四五千種的原生植物 哇 橫村牡丹香有一千多